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5月28日 今天是星期日 繼續來到星期日的晚上 我們繼續跟大家揭露 香港時事 我們今天一年有幾節 都跟香港是繼續有關係 我們繼續跟大家詳細 細心分析和講解 我們這一節要講 台灣 台灣又有親中媒體 親中媒體 又學人又說有料要爆 這次又說有 在國泰做過 兇者的人 要出來大爆國泰 這件事 再一次 展示給大家看 這次這件事 是國家級 攻擊行為 這件事引起那麼多人關注 其中一個原因 當然是來自中國大陸的官媒 官方媒體 對國泰的兇者 進行炮轟 從那一刻開始 這件事絕對 不再是 國泰 或者是兇者對語錯 那麼簡單 絕對是 國家 中國大陸 要將他提升到 變成了政治 提升到 變成了敵我矛盾鬥爭 現在你再看 你就發現 有更加多充足的證據 中國大陸也要將這件事 不斷在這裏提升 早前也跟大家揭露過 中國大陸 有這個 訓練公安 負責操作海外言論 這次這件事 絕對可以畫得上這件事的現身 我們也一起看看 到底又有甚麼 報稱自己是空者的人 到底有甚麼料要爆呢 我們繼續講下去之前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 分享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藍絲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升旗易得道 星期二日報 還有星期二新聞集團 我們繼續誠意邀請聽眾 經濟能力許可的你 希望你訂閱Patreon支持我們 同一時間 請大家繼續運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記得打開我們的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手動點擊 加無限屋大發 敬請大家 記得繼續幫忙支持 安裝了Pine Network的朋友 敬請記得繼續按閃電鍵 中國大陸 就是炒作國泰空姐的事件 然後 就是有報稱做過國泰空姐的人 就是報稱 要揭露 這個國泰 還有國泰裏面的空姐 的經常日常行為 這個親中媒體 忽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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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有一個來自國泰航空的前空姐 繼續出來 發文 爆料 這次爆料的地方 又叫做小紅書 小紅書已經成為了 傳假新聞 煽動仇恨 顛覆國家政權 醞釀中港矛盾 破壞大一統 阻礙中國大陸偉大發展 其實再講下去 講了10分鐘也沒有講完 總之小紅書 就成為了矛盾的根源 文章爆料 國泰航空 歧視中國大陸的乘客是很正常的事 居然是正常 他更加發文說 覺得很驚訝 事實上 這件事根本一直以來都是常態 外界 不知道國泰 以及國泰空者 歧視國內人 不知道這件事才奇怪 爆料人也說 其實國泰還是繼續在招聘 空中服務員 但是當 服務講普通話的旅客的時候 他們甚至乎 在挑選飛行服務員的時候 會優先選擇台灣人 也不會聘請中國大陸人 相關的爆料人士 就在 小紅書發文 他說在2008年至2009年期間 就是做國泰航空 他說對於最近網上流傳著國泰航空 歧視大陸客 一段錄音 覺得一點也不驚訝 原因是甚麼呢 他就說他之前也在國泰當空者 他說其實國泰的航班 只要 飛機上面有中國大陸的旅客 他說廚房 裡面一定會有嘲笑 的言語 甚或之乎 他說會有人 刻意 在這裡假裝捲舌 即是假裝國內人 大陸的普通話 然後用來嘲笑 中國大陸 還有中國大陸 的不文明行為 我們細心分析 現在在這個時候出一個這樣的文章和報導 當然 只是 更多 是有心針對著國泰 以及國泰的空者 但是 普遍來說 其實全世界 有 對中國大陸客 是叫做 特別待遇 或者叫做另眼相看 不是看好他 真的有另外一雙眼 去看待他們 其實是有原因 主要的原因就是來自中國大陸 的旅客 其實種種就是惡劣 以及不文明的行為 其實全世界所有的旅遊景點 有國內遊客 都會變成了 旅遊黑點 這個絕對 跟中國大陸的旅客 不文明是有關係的 所以其實我們也不覺得驚訝 假如真的有前員工 在國泰公司做國 不要說國泰公司啦 實際上在香港 絕大多數在香港招呼過國內客的人 都會知道 招呼國內遊客 招呼國內旅客 其實是一件非常麻煩的事 如果你不是了解 他們 的 所謂文化特質 明白他們那一套 你根本跟他們就是無法溝通 其實整個 香港的政府 所有的政府部門 其實都是面對相同問題 因為香港 就是極其親中的政策 導致有大量 內地人湧入香港 絕大多數 的政府部門 都對 那些 叫做內地遊客 其實相當之不滿 當然我也會另一節跟大家詳細 去報導這個 香港港共政府的回歷標 所以細心看清楚 其實這個文章 雖然在這個時候 是針對著國泰 但是裏面其實也清楚說出了一個很客觀的現實 不是因為內地人 不懂英文 所以你去嘲弄他 我也相信 絕大多數這個世界 任何一個地方的人 不會因為你不懂英文 就去嘲笑你 嘲笑你 如果說英文差 其實有很多地方的人英文更差 例如日本 本身 英文水平也相當相當之差 還有台灣 台灣也是一樣 就算不算台灣日本 有多少地方 是可以好像香港英文好的 其實香港英文 在講英文的地方來講一點也不算好 反而你會發現 整件事其實是有人覺得是自卑 有人覺得 我現在 被人 是叫做針對 但是針對你的原因 正正就是因為你的同胞 做得壞事太多 不是因為你的英語水平 這次這個事件英語 只不過是其中一個觸發點 根本不是要求你要懂英文 跟英文根本沒有關係 這篇文章還要爆料 說國泰招聘的時候一定要通過普通話考試 這件事 真是令人傷確 如果真是正如他所說 所有的空者都做過這個普通話訓練 這次的事件 問題的源頭依然是內地乘客 因為是內地乘客 率先自己選擇 就是用英文 問人家拿毛毽 既然是你自己說英文 但是我又聽不明白你說甚麼 那就罵了笑話出來 假如那個乘客 一開始就是用普通話文 又不見得一定拿不到 所以你說的問題 跟英文 根本原本就沒有關係 中國大陸也要在這件事情上面 上綱上線 你搞上綱上線 不是跟你說笑 我們所有人 跟你奉陪到底 你要繼續玩下去 我幫你慢慢清算香港 一大班是藍絲 這一節 其實也沒有甚麼爆料的內容 他只是說 整體來說 其實全世界 國泰航空其實只不過是其中之一 對國內客 對招呼國內遊客 覺得非常麻煩 會優先考慮招聘台灣人 而不是國內人的原因 都是跟他們的雜性有關係 我們這一節跟大家暫時說到這裡 我們還有更加多其他話題要繼續說 請大家繼續支持